温水一般就是你比如说中午晚上吃的话吧 上午把它泡上 泡好以后你看 就是上午就要泡 估计的泡四五个小时 泡四五个小时就可以 如果你想马上吃的话就是用开水 又不是开水 就温水使劲抓 使劲多抓 快速那个催发法 快速 就使劲的抓它 就像洗衣服一样吗 使劲使劲的抓 如果你时间够的话 你就放着让它慢慢的就是这么脏发 这么这么 水里面需不需要加点盐呢 或者是汤之类的 不需要 不需要 因为它盐分比较高了 就不用了 不用了 那需要流水反复的这样投吗 比如说如果泡的话 需不需要换水 换水 需要换水 要不然你还是闲的 你始终在里面 对 多泡几次的话 能盐分比较回去 对 海蛇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非常可爱的水母 是不是 水母 很可爱的 没错 可是它这个颜色黄黄的 有没有能看出来就是哪一个海蛇会好一些 哪个海蛇会一般 一般挑海蛇吧 就我的话就是挑薄一些的 薄的 就是它胭制 就是胭制的比较透了 就是说 你像它这份吧 还可以 不算很 还成 还成 就是说 但是我挑可能挑的还能比它再好点 也就是今天要吃过去 你给我买菜的是不是带着压力了 不好意思啊 没准的现在正在看节目 我是无异的 我是无异的 就是说可以挑的再薄一点 薄的话 它分量还轻 胭制透了 就是说 就厚的话 就是吃起来 就是 我怎么形容好 口感太肉了 口感太肉 对 如果你拌着吃的话 就是一半在嗓子下面 一半在嗓子下面 就是咽不下去 很麻烦 我能体会到 就是一定要脆爽一点 就给薄一点 我说的可能有点妥 但是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怎么烫能烫到 刚好那个脆度摇起来 咯咯咯的 怎么能出来 就是不要百分之一百的 就是开水 那大概多少度 百分之七十八十这样的吧 刚才我开了以后觉得太温度太高了 我又加点冷水 又加一点 对对对 加点冷水 我们下过 或者说你掌握不好的话 少来一点 别一下都进去 对对对对 你这样的话 你要太多的话 是不是你来不及呢 这样 可是我们怎么去看它就是OK了 然后我们就能捞出 就这么快吗 对对就这么快 您的词是说用温热水烫个也就七八秒 对对对七八秒 千万不要用废水去飞它 因为它这个蛋白质表皮 都是在这个海蛇表皮的 然后你这么一飞水 然后这个蛋白质迅速凝固了 是非常难吃 然后就硬了 然后就硬了 这一点特别的关键 明白 捞出来之后 您这准备的是冰水吗 冰水 就是凉水 凉水就可以 凉水 那我建议大家最好家里面 因为我们这道菜呢 如果要是做凉拌菜 一定要用矿泉水 如果不是凉拌菜倒无所谓了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加热 是吧 对对 好了 我们这边立刻放凉水里面去浸泡 放这个水里面泡它的目的是什么 也是增加脆度 增加脆度 我现在能不能尝尝看它 好不好 我们看一看 刚才阿姨有烫过七秒钟的海蛇 怎么样 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 我已经听到了 很脆爽是不是 对对 好 全部烫完 然后泡在我们的冷水中去过凉 大家看到这是一盆烫好的海蛇 接下来我们要把海蛇和黄蝸牛 来一次深情的碰撞了 首先我们要干嘛 准备一点 葱姜 葱姜料头 葱姜料头爆个锅 其实我觉得这道菜配的地方合适在哪里 因为大家知道海蛇本身除了脆这种口感之外 还会有一点淡淡的鲜的味道 对 如果说咱们用比较油的比较重的那种食材碰到它的话 可能有的时候会捕捉不到那个鲜的味 但是黄蝸牛这种食材 它就是一种能够很凸显别的食材原味的一种食物 对 然后它自己还会释放一些清香味 那它本身除了这种清香的味道之外 还能给我们人体带来什么样特别的好处吗 因为其实你刚才已经尝到了 我可以替观众朋友再尝一下 很脆爽的 其实非常脆爽 这个脆爽呢 说明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可能要比一般的黄瓜水分都要高 没错 它实际上也是集中了很多矿物质于一身的 主要集中在甲跟美 锅底我们要爆锅 先放什么 先放黄瓜 因为海蛇已经搓过水了 这个黄瓜我们不需要提前 比如说焯水之类的 不需要 不需要 对 这很鲜润的黄瓜 没错 再焯水就好像有点 没必要了 没必要了 今天我们这个锅底爆香 葱姜蒜 简单的一爆 今天这个黄瓜油买的很好 对 非常饱满 和量非常足 这段是对我们今天买菜的师傅提出一个表扬 但是海蛇欠佳 下次就意 还有领导人的范儿 不好意思啊 谁可以说说的 我们这边掌握到什么火候 就是你想就OK了 大姐 炒菜这东西吧 是跟着感觉走的 跟着感觉走 对 就是说有些东西你说几分钟几分钟没有那么确切的 只可申教不可言传 对对对 可说我想说你 我们的静待的大女孩 我就想知道 那么大姐 你什么时候把我们海蛇换进去 基本上快熟了才可以放进去 因为海蛇已经烫过了 你再炒的话就越炒越老了 明白 也就是说我们海蛇放进去之后就很要出锅 这加的是酱油吗 加的是生抽 鲜味的生抽 生抽 好 加一点生抽 加一点盐 好 甜心盐 盐要多少 少来一点吧 少来一点点 因为海蛇本身它有盐分比较大一些 少给点意思 告诉大家 好 好 一点点 好 一点点 充淡一点 够了 好 盐和酱油基础的调味 然后现在就可以 这个需要怎么样 这是攥一攥 攥一攥水 要不然它太出水 好 我觉得有的时候 包括我们最凉拌菜 如果是您焯出菜 或者说比如说像焯海蛇皮 这样的一些食材的时候 一定要把水会攥干 这样你在拌和调味的时候 不至于把这个调味调得太稀 或者说给它冲淡就不好吃了 对 因为这海蛇皮它会吸水 它里面有蛋白质 蛋白质是往往吸水的 对 所以说最好做一做 没错 好 这时候我们要开始 加一点水淀粉了 该够撬了吧 咱们家庭做吧 不像饭店里 它火候够 我们家庭就是这么个小伙 对 所以可能炒出来 就是没有饭店做的好吃 但是怎么说呢 大姐你很谦虚 怎么说呢 听大姐说下去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反正 这是家常菜 对 总之你做的很多人都说好了 是不是 不然我们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地 把我们家大姐请来 叫大家做菜 你知道现在你应该会有很多 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跟你来学菜 真的是 其实这样一份家常菜的 体现出这种 我们营养学当中说的 这个低盐低脂低油 还是非常清淡的 你看最后的时候 我们要加点香油 这是目的是什么呢 一般炒菜最后就是放一点凝油 嗯 就亮了 好吃 别说还真是 这是您加了一些香油刚才 对香油 好 出锅一大盘 这时刻 我们就把我们的筷子准备好 好 然后来享受 美食奉上的 味太浓了 而且现在